美国Apple公司即将释出iOS17更新 以解决某些用户iPhone15 Pro的过热问题 近期,关于iPhone15 Pro和iPhone15 Pro Max发热的投诉不断涌入 而苹果公司经由CNET表示 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多个因素 其中包括iOS17中的软体和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式错误 例如Instagram和Google优越的散热效果 苹果强调,新款iPhone15 Pro和iPhone15 Pro Max的钛框架和铝制底座并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事实上,它们的散热效果比之前的Pro型号中使用的不锈钢更优越 这意味着在日常使用中 这些新手机将能够更好地处理热量 确保用户体验的流畅性和舒适性 发热问题的根本原因 iPhone15系列上市不久后 许多用户开始分享他们的新手机发热或感觉过热的经验 有些用户甚至无法舒适地握住手机 这对于一款高端智慧手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更有用户分享了红外线温度计的照片 显示他们的iPhone温度超过80华氏度 这不仅影响了使用体验 还可能对设备的长期稳定性造成损害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用户都遇到了过热问题 许多用户报告称 在使用iPhone15 Pro和iPhone15 Pro Max进行日常任务时 并未遇到过热困扰 这可能表明过热问题与特定使用情境和应用程式有关 而不是所有设备都会受到影响 苹果的回应 苹果在对CNET的声明中表示 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可能导致iPhone运作温度高于预期的情况 在设定或恢复设备后的最初几天 由于后台活动增加 设备可能会感觉更热 我们也在iOS时期中发现了一个影响部分使用者的错误 并将在软体更新中解决 另一个问题涉及最近对第三方应用程式的一些更新 这些更新导致它们使系统过载 我们正在与这些应用程式开发人员合作修复正在推出的过程中 总的来说 新款iPhone15 Pro和iPhone15 Pro Max的过热问题 正在得到苹果的重视和解决 随着iOS时期更新的推出 用户可以期待更好的设备性能和散热效果 以确保它们的手机在各种使用情境下都能够保持冷静 无论是游戏、多媒体娱乐还是日常工作 这些新款iPhone15 Pro系列将继续为用户提供卓越的体验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